晒着太阳在这个停车上练了一下 嗯也挺好的 刚送完我儿子去幼儿园 然后现在马上去Santa Monica 今天是还是圣诞假期啊 所以现在路上的人上班的人可能很少 所以这个26分钟就可以到 今天是12月的28号 刚刚过完圣诞节 但是现在属于是圣诞的假期 所以我们的表演课呢 也是暂停当中 是有两个州是停的 停课的 但是我们同学当中都在组织 是我们自己去那个学校附近 要不然在停车场 要不然去那个Starbucks 去大家做练习 就是练习那个reputation rep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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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今天估计会有几个人来吧 有很多人回去度假了 回去老家比较远 或者有别的事情 然后本来说是星期一 就是两天前去的 然后结果就是也是有没有很多人来嘛 然后就改成星期三 忘了星期一下雨还是怎么样 那现在我们正在路上去 待会我们看看有多少人来 然后我们自己组织没有老师的情况下 会聊些什么东西 会练些什么东西 待会再跟大家分享 我们在直升飞机说明这个地下它绕穿的那一块的地面呢 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在啊 偷车啊 什么劫匪啊 所以到了到了到了 看看他们在不在这个parking lot 马上就可能看到有没有在了 我看到那个Lincey的那个摩托车了 有两个人在 OK 我们的第一次的在假期的练习 就是那个reputation的练习结束了 我们就三个人来了 Lincey还有Montes 我们三个人 挺好的 就是我们也练习了一下 晒着太阳在停车上练了一下 也挺好的 只不过没有在室内那么安静 那么好 但是也不错 同时我们也聊了一下各自自己的一些情况 然后我也聊了一下我自己 就是Montes 有一次我在上台的时候 他没有来 然后我就他聊了聊我做演员多久之类的 然后接着他也分享了 他正在写一个剧本 就是我们班上一个同学 就有位女生比较害羞的一个同学的一个 他看到他之后产生的一些想法灵感 然后把这个班级里面的一些事情也融合进去了 就是正在写这个剧本 我觉得他行动还蛮快 他原来是一个运动员 然后疫情开始之后 他的运动方面 那个体育方面就没有办法进行了 但是他有写作的爱好 然后同时他也很享受去试镜 后来他就开始去试镜去表演 然后现在也会写一些剧本 然后这次他又突然有灵感在写这个 然后他也邀请班上的其他的同学来导演之类的 找一些成员来去一起合作 那期待吧 我们期待他能够完成 然后呢 我们在做这个练习的时候 因为我好多词 真的还不是很懂 就是我们在repeat的时候 会根据相互的一些变化和反应 会说一些不同的word 就不同的词 然后呢 那有一些我没有听懂 然后他们也非常有耐心 然后练完之后还跟我讲这些词的意思啊 什么就是就又是一个半堂的英文课 就他们俩都非常有耐心 非常nice 所以今天蛮好玩的 就是时间花了没有多少 然后路上也不塞车 有了这样的第一次的这个练习 比较小范围嘛 然后能聊的比较多也特别好 我们看看下周是不是还 哪个时间 星期一或星期三我们继续 直升飞机还在装呢 回来的路上还在 还在那个 这个直升飞机还在上 刚好我们来的时候 那个直升飞机在 那盘旋嘛 现在回来的时候还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